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正则表达式编写的语法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与正则表达式相关操作的一些函数 我们来写个笔记 还是在这个目录下 我们建一个项目 比如说demo.pp做一个演示 前面我看到编写正则表达式的语法 由四部分组成 正则表达式 包括什么呢 包括第一部分定件符 定件符号 第二部分原子第三部分 原字符 第四部分 模式 修正符 那这四部分呢 我们来合起来一下 假如说做一个呃 匹配URL的 一个URL的正则 那我们看一下 正则表达式 我们该怎么写呢 首先呢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没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字符串 只不过 要放在定 定件符 两边有个定件符里边 这样第一件不定件符就有了 然后它是由原子和原子符组成的 比如说 我们匹配HTTP 或者 嗯 或者 F TP 当然HTP 又S了 在S可有可没有 得用原子符 你看一下可有没有 然后我们扩起来 它们两个之间 获得关系 这是把它形成一个大原子 然后匹配两个斜线 但是这两个斜线又跟定件符 冲突了 所以我们将怎么的 将它转移 然后 我们再匹配 3W 当然了 有的是3W 有的是什么 Mile FTP 所以我们这块来括号啊 你看一下 比如说匹配 Mile 新闻 对吧 等等等等 有很多个主机了 然后我们匹配一个点 什么主机 什么点 然后 呃 匹配 中介域 那就有很多种情况了 比如说 呃 呃 除了 以 点开头 和斜线的 也就除了点 还有 正斜线之外 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字符 当然把它扩起来 这些字符呢 都可以作为 任何字符都可以作为 然后 比如说我就直接写一个二局一名了 比如再匹配个点 然后匹配 呃 抽这名 CAM的 ORG的 点net的 或者点CAM点新的 都可以 那我就匹配这么多 然后呢 我用模式修正符 不区分大小写的匹配 这样的话 像这样的地址都符合这个模式 比如说 http 冒号 3w.bido.com 看一下 ftp 冒号 呃 mail.com 假如说 呃 gogle.com 都是符合吗 或者https冒号 比如说 news 新闻点 呃 哈喽 点org 或者什么什么点耐的 都符合这个模式 但是这些都符合这个模式 我们怎么用啊 所以 他就是一个自物串 和普通自物串 你看上去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特殊一点 如果你把它当成自物串 用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呢 用函数 将这个 ur 用到函数中 那么 这个函数是做什么的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正则干什么 比如说 将这个ur 将这个正则 用在 分割的 函数中 则 使用 上面的 正则 对 字物串 进行 分割 那如果 用在 匹配的 函数中 用在 匹配的 函数中 则使用上面的正则 字物串 进行 匹配 如果用在 替换的函数中 替换的函数中 则使用上面 字物串 上面的 正则 对某进行什么 某个字符要进行替换 如果 使在 查找 那 对上面的字符串呢 进行查找 所以呢 通过函数 那 有了 正则 在 在 一些 正则 处理 函数中 使用 这个正则 则 才能 对 字符串 进行 分割 比如说 分割 匹配 查找 及 替换 等 工作 所以呢 正则表达是不能独立使用 它只是一种用来定义字符串的一个规则模式 所以必须在先行的正则表达着函数中用用 才能实现对字符串的像匹配呀 查找啊 替换呢 以及分割的操作 其实呢 那前面也介绍过一些简单的函数 当然也对比过 P2P中有两套正则表达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在手册里边 你找到 有一种是以破兼容的正好方圆颜色 一种是破赛斯扩展的 当然他说了 以破兼容的正则表达式函数有几个好处 他呢 不光是跟大多的语言兼容 另外他的效率也比这种破赛斯协议要高 而且呢 这种是P2P后放进去的 所以后期加进写的效率肯定和功能上肯定要比前期的要高 不然他不会后加这个功能 那看一下 所以咱学就学这一种 因为他效率 他们两个完成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他效率的高 对吧 所以我们使用这种都是以PREG开头的函数 那这里边函数呢 就是用来比如说 用来返回与匹配数组的单元 这个呢 全局的一个正则匹配 这个呢 只是进行匹配 这个呢 是转译 等等等等 这些替换 这是回到韩人替换 这个是用来分割 所以呢 函数不多 就这么几个 所以咱在介绍韩人的时候呢 我还会怎么的 和字符串 处理函数 处理函数 对比介绍 对比介绍 为什么要对比介绍 咱们这里边呢 只介绍以PREG开头的 因为在处理大量的信息的时候 正能表达函数呢 会使速度呢 大幅度减慢 所以呢 应当只在需要使用正则表达式 解析比较复杂的字符串的时候 才使用这些正的表达处理函数 如果要解析简单的表达式 咱们呢 就可以采用怎么的 可以显著加快处理的一个过程化的 一个系统预定义的字符串 处理函数 所以呢 同一功能能 也就是 能使用 字符串 处理 函数 完成的功能 就不要使用正则 表达式 处理函数 但是了 大多数字符串处理都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呢 都要借助于正则表达式 来帮我们完成分割匹配查找替换的功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功能 字符串 啊 的匹配 串 字符串中查找符合模式的字符串 然后第三个是可选的 把查到的内容 到了 把查到的内容放到这个数组里边 包括全模式以及子模式 那最后一个参数呢 干嘛呢 是一个标记 咱们看一下 下边这里边有没有用到的 嗯 既然这手册都没有用到 咱们也不用到 咱也不用这个参数了 你看这可以使用这个标记 也就是如果设定此标记 那对每个出现匹配的结果 也同时返回其附属的字符串的一些偏移量 就在哪位置之类的 这里边咱就也不用最后一个参数了 咱就用前三个参数就可以 那咱匹配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上面的UR 我写一个这样函数 通常这个匹配用在什么地步最多呢 用在验证上 用在验证上 比如说 啊 一个表单输入的是不是一个啊 正确的UR地址 是不是正确的UR地址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验证啊 比如说 假设说用户表单 这是用户表单输入的一个字符串 那我看里边包不包含 有正包包含正确的UR 那么匹配的UR模板呢 就是上面咱们写的那个 刚刚写好的那个 假设就是这个 你看一下啊 就这个 再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错误 嗯 除了点星点看不点 嗯 没有错误 好 咱判断这个字符串 如果 用这个匹配 PREG 消息 MATCH 匹配谁啊 UR 匹配这个字符串 看字符串 得包包这个UR 如果匹配成功 他就返回针 那这会儿可以什么 嗯 写上 字符串中 有 正确的 UR 信息 有正确的UR 信息 否则 输出 字符串中 不包含 不包括UR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包包含呢 比如说我这里边随便写上 这是一个正则表达式的呃 匹配 函数 这里边根本没有UR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访问结果是什么 好 嗯 这个下面是 DEMO.PRP 换一下字符机 字符串中不包含UR 所以我随便写一个符合这规则UR 他都会包含 你看啊 比如说 http 冒号 3w.百度.com 你看我随便写一个 看能够包含呢 你看 字符串中有正确UR信息 所以作为一个验证 假如这个表单输出 我必须判断什么 里边是UR正确的UR 那我就判断 是不是以这开头 然后以什么什么结尾的 就可以了 如果做验证的话 比如说判断一个email地址 假如用户注册的是输入的是不是email格式 那你就在这块写一个email格式的一个正的表达式 然后这里边接收的表单里边你接收的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就可以了 那这个 格式呢 咱们这块嗯 可以任何格式都可以 比如rtps也可以 你看 有信息 那他这个参数是干嘛的 那我们还有一些参数 比如说把匹配的信息都拿出来 就在这呢 就是全放在这个数组里 把匹配到的信息都放到这个数组里边 把匹配到的信息都放到数组里边 那么放数组里边都放什么 咱前面也介绍过这函数 整个匹配出来的全模式 也是这个整个部分 都会放到数组里边第一个元素 然后一个括号是一个子模式 当然我可以用什么问号冒号的形式取消这个子模式 可以这样 然后按数据第一个括号第二个括号第三个括号第四个括号 当然括号也可以欠个括号 它是按数据来的 所以呢 你看直接普通道要打印一下 这个数组 输出一下 PRE就按原格输出 AQ 斜杠PRE 你看一下 匹配出来 数组里边第一个永远放全模式 然后第二个放第一个子模式 那当然了 我们有可以有很多括号 比如说 我在这块 外层再来一个大括号 就扩到这里来 那你看一下 所有的模式 只要是一个括号 包括大括号的里边再分几部分 也可以全除取出子模式来 比如说我括号不在这括 你看啊 我在这个地方括起来 我不要协议了 我只要 主机部分 你看 协议 主机部分 单独的就能拿出来 所以呢 括号呢 可以或括很多层 那这里边 你就可以直接输出 比如说 啊 输出的主机为 假如说我就想知道 它的什么 就想知道它的 整个的主机地址 就这个 那我把下标二输出就可以了 比如说 嗯 主机 就不要协议 假如说在别的地方用 主机信息 只要连接 $ ar 中括号下标是二的就可以了 你看就会打印出主机 算拿我这百度点看就可以出来了 看一下 这就是匹配 保存一下 所以呢 咱们经常用它验证 然后和查找字幕串中某一个信息匹配出来 这个时候使用到这个函数 但是它只能匹配一次 假如说这个字幕串里边 你看啊 有多个 比如说RTTPs的RTTP的 呃 比如说 Mail点百度的 新闻点百度的 还有 啊 你有子啊 还有点ORG的 比如说 还有点Nite的 等等 还有FTP开头的 FTP开头的 和FTPS开头的 你看一下 假如主机是Google的 然后 等等吧 然后这域面等等换一下 这是一 二 三 四 五 总之就意思就是不同的 你看都是不同的 那我用这个函数只能匹配一次 把第一个遇到的匹配出来 你看一下 还是第一个遇到的 哪个方的第一个遇到 他匹配到 只要这里边能找到他想要的 就不往下走了 如果我想把所有的全拿出来 那我得用什么呢 所有都拿出来 那我这里边就必须用到匹配所有的 AR 用这个 你看一下 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匹配所有的 他能匹配出什么来 还是用法一样 你看一下 第零数组所有的全模式 然后所有的第一个子模式 所有的第二个子模式 第三个子模式 所有的主机 所有的 你看 所有的域 二级域 所有的顶层域 common net 这能把所有的符合标准的都拿出来 这还没有完 当然他还有一个参数 你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打开 你看他这个最后一个参数可以传这两个 可以把这个数字形式转变 就看你喜欢哪种模式了 如果你就喜欢这种模式 那好 你看啊 我把它 呃 换另外一种情况 存这个长量 那他这模式就变了 你先看一下这里边模式 第一个数组里边是所有的全模式 然后 所有匹配到的UR的第一个子模式 那我换成这数组 你再看一下 第一个数组就是匹配到第一个全模式 子模式 第二个的全模式和子模式 也就每一个分别独立了 所以你想找哪个的信息 比如说想找第三个信息 在这个数组 及子数组里边 能把所有的信息都找到 但是如果你就想要全模式的话 那你这里边使用什么 使用刚才第一种模式 或者是 换成这个 就是默认的模式 默认其实就是这个属性 把它换掉 默认其实就是这个 你看一下这种模式 第一个模式 把所有的大模式都找到 那我们用这个所全部提 全部匹配出来 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把所有UR都匹配出来 然后把颜色变为红色 那怎么办呢 你看一下 我在这会输出一下这个字物串 STR 你看一下 这里边 那我把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全变成红色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看我 把它所有匹配出UR都变成红色 那我用一个替换就可以了 你看 因为他所有的速度都在哪里啊 FullH 你看 都在 AR 这个零里边 你看这个零里边装了所有什么东西啊 全是这些地址 所以我只要用一个字物串替换就可以了 当然证则里边也有替换呢 便利出 每一个UR 你看 我从这里边便利出每一个UR 所以用一个替换 你看 STR REPLAC 替换 将所有这个UR 匹配出来这个UR 换成 FNT 颜色等于 RED 红色的 斜杠 FNT 红色的 然后这里边UR 你看一下 把所有查出来的UR都换成这个UR 在哪个里边的UR 在 STR里边的 将这个字物串里边 输入的这个字物串里边 所有匹配到的UR 上面找到的UR 每一个换成带红色的字体 然后再附给这个 新的文本 好 那我这里边 输出 TST文本 你看一下 TS XT 就会跟原来有有所不同 嗯 这个不能换 对吧 原来的字物串 在原来的基础上替换啊 替换一次 再付给原来字物串 再替换一次吗 你看 所有UR 地方全换成红色了 这搜索的关键字 全换成红色 或者把所有的UR 地方全换成对应的链接 咱们都可以做到 那当在遍野形式 比如说 呃 把所有都替换成链接 到这里边 做一个函数吧 呃 设置UR UR 只要传递的是一个字物串 返回的还是这个字物串 然后RE TUR 返回还是这个字物串 但是我要它变成链接的字物串 AHIF等于 $UR 换成A链接 鞋杠A 你看一下 只要经过这个的 SETUR 只要经过它的 传进来的字物串 经过它处理 你看上面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不要了 你看这个啊 我就可以把它 呃 去掉 不能去掉 去掉可以 但是我得把这个 拿到这里来 因为把皮皮的东西都放到这个数组里边嘛 然后上面得去掉 然后这个函数 你看一下啊 然后我在这调用输出的时候 输出的时候 调用SETUR 将C传进来啊 将STR传进来 这样的话 将STR经过这函数 在这里边找这个模式找到的直接全替换 咱们看一下 是否所有都能加上链接 你看 蓝色的部分全能加链接 你看下边地址 鼠标一放上去 点击的时候就到这个地方 看一下 你可以看下边的 这个位置 状态来着的话 鼠标一放上去 但是缩小看不到了啊 看一下 都可以 这就是匹配 把匹配出来之后 怎么处理 比如说 加上关键字的红色颜色啊 把匹配到的都替换掉啊 也都是可以的 当然这里边又涉及到自不算替换函数 咱们一会会讲这个替换函数 这是正则里边咱们用到的替换 正则里边咱用到的替换 如果你做一些简单的自无串处理 简单的自无串处理的话 你可以怎么的 你可以使用啊 自无串处理函数本身那几个 比如说 这先去掉啊 我把这个 啊 URR上面留着呢 现在删掉 因为我已经保存了 啊 如果是自无串处理函数 如果是自无串处理函数的话 假如是这些用自无串处理函数的话 简单的东西啊 比如说 如果只想查找一个自无串中 包含某个自无串 建议使用这个 STR STR 使用这个 自无串处理函数中这个 还有或者是STR POS 这个两个函数 也就是啊 只是查找一个自无串中是否包含某个字符的话 因为他简单处理 当然你要包含URR他肯定查不了 就得用正则 如果确定某个字符是否包含某个字符的话 用这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简单的从一个自无串处取出一段子自无串来 那建议呢 你使用这个S 呃 UBSTR函数 取子自无串函数 那虽然PSP提供的自无串处理函数呢 呃 不能完成复杂的自无串的匹配 但处理一些简单的自无串的匹配 执行效率呢 则比正则稍高一些 那咱看下这几个 比如说 先看一下这函数ITR ITR 你看一下 这个函数呢 是搜索一个自无串 在另一个自无串中第一次出 第一次的出现 那这个函数呢 反为自无串的其余部分 从匹配点 如果未找到搜索的自无串 他就反回假 该函数呢 是对大小写敏感的 如果需要进行大小写不敏感的搜索 我建议你使用这个ITR I STR 多个I 那就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这个函数呢 有两个参数 这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提供搜索的自无串 第二个参数呢 为所搜索的自无串 你看啊 如果呃 在第二个参数中你使用的数字 则搜索匹配的数字 就是匹配这个数字的二次看码值的自无串 比如说 第一个参数 STR STR 当然加I是不区分大小写的了 比如说我在这个自无串里边 这是一个测试 我在这里边 搜索test 你看返回的结果是什么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搜到了 他到结尾的所有字无串 你看是不是 就加个随便写个字无串 你看从搜到的一个字符串开始到结尾全拿出来 那有内容返回来说明已经搜到了 那你因为非空字无串就可以当真呢 如果你就想简单的搜索这个字无串 在这个字无串里边 那用这个就比较好了 如果像UR那种 那UR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字无串 每个UR都不相同 所以那个就得用证则 而这个呢 就可以用这种 那比如说 假如我还在这里边 这是 一个测试 假如后边我随便写一个数字 假如说100 你看一下 贵数是什么 100 100是对应的阿兹克马小写的D 假如这里边我写个D吧 小写的字母D 因为小写的A是97 98 99 100 D不是100吗 你看这里能够搜到 这是一个测试 啊 100不用加 用整形就可以 你看DST就收到了 因为这100 它会怎么的 如果第二参数使用数字的话 则搜索这个数字的阿兹克马值对应的字符 是这个 所以简单的匹配呢 你搜索就可以用它 比如说我判断这样去 如果判断STRSTR 判断谁啊 判断字母T 比如判断哈喽 加I吧 不全面大小写的 在不在 这是一个测试字母串中 你看我可以这么写 如果在的话 输出 EXI就存在了 看否则输出 不存在 这个可以了 你来自己再看一下 不存在 你看这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 哈喽 那假如这会有一个 哈喽 你看一下返回的 就是存在 因为这个字符串里边存在哈喽 而且不群大写的用I 你就可以这么判断 那后边这几个干嘛的呢 你看啊 这个字符串是返回字符串 在另一个字符串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如果没找到该字符串 他也是返回甲 所以用他也可以 所以这两个呢 有点相似 对吧 只不过这个返回字符串开始位置到结尾的 这个是返回你字符串出现的位置 当然他也有一个不区分大小写的加I字符串就可以了啊 也是大小写敏感 有敏感的问题 所以这里边我们把它删掉 你看一下 这里边也有两个 strpos是找出字符串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那stripos呢 是找字符串最后出现的位置 所以假如说我做一个这样 得到文件 不管存的是什么ur 一个这样的函数 那返回来的 都是文件名 你看怎么做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都要用输出 get file 那这里边 http 这是ur3w的百度.com 啊 index.pvp 这是一个 比如说 ur下边的斜杠ur下边的 啊 3w下边的 点 gsp 再比如说 嗯 上一节目录下的上一节目录下的 imgs下边的 比如说是 啊 背景颜色点gf图片 还比如说像这样的地址 像什么c盘下边的 什么 啊 哈喽下边的 什么 呃 代目点ir 我要的都是后边的文件名 所以呢 咱们就找规律 怎么找规律 刚才咱们这里边也顺便说一下子字物串 你看一下啊 只要后边的文件名 你看一下规律 所以呢 我怎么找呢 我只要知道 最后一个斜杠出现的位置 然后加一就是这文件的位置 然后从这个位置取到文件结尾的子字物串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你看我就可以这么做 首先确定位置 啊 pp用刀符 位置等于你看啊 他们传进来的在这个字物串里边使用哪个 str r p os 这是r p os 找最后一个不是il 你看 找最后一个谁啊 这话 我就可以使用 呃 所以呢 所以呢 那在这话就可以做一个谁啊 文件名 等于这叫到了服务 别忘记了 取子字物串 你看啊 sub str 当然取子物串 有好几好几个函数啊 还有啊 sub 币斯均呢 等等等等 从过roc开始取 如果妹只能取得长 那他就怎么的 在哪个里边取要的信价上 在ur中 在ur中看到了吗 从这位置开始取 如果妹 啊 后边妹写取几个 那他就是从这开始取取到文件结尾 那反回来就是文件名 你再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文件名不就都取出来了吗 当然这样的函数 不用你自己写 咱们过几几个课呢 会学文件处理 文件处理里边呢 就直接有这样的函数 函数 就这个 这个函数 就是我刚才写的 和上面函数作用是一样的 所以在jows块需要自己写 在这里不能写 所以咱这里边我只要是介绍 出现的位置 查找某个字符在字物串中出现的位置 然后再学习一下取子字物串 所以简单的匹配 查找字符也好 查到字符的位置也好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函数 字物串出来函数 不一定非得用正则 里边的函数 他效率又高 取子物串的可以用这种 所以这几个结合起来 就可以实现部分正则表达是匹配的那个函数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不得介绍 这节课呢 咱只介绍了一个函数 就是一种函数吧 都是跟匹配有关的 有正则的匹配 有周创的匹配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详细介绍 像替换呢 分割呀 这样的函数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词听 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